荷花情节,作者心和知识,多少次岁月的接触,沿着心灵的小路,靠近,那荷桃里洒满的温暖,感受着荷的灵魂,在你的神开中托福,听到沐浴声声,听到菩萨念经,睁开纯净的双毛巡,一个女子端坐莲花台上,为你出于你而不然的精神禅念,神诗随心魂融解凉凉之音,并弃人间贪吃,吃恩。 独立碧波源,亦如河花魂,新年的那份唇,你一颗水做的心清净,你点啊,洁净的身,抚目你不争的芙蓉面,欣赏蜻蜓点水,欣赏蜓蜂偏线,一首诗,一幅画迁入心田,你在油纸散里呈现,你在千木喝糖里清澈,学校到找不了你的善,与我结下情缘,每一朵何处于你皆不染, 中通着心香,汇聚文人默克的容颜,还有四方游客的念,我懂得你的飘逸,你可知道,我的心里,我不是那彩莲的女子,你也别担心我的企图,我只想学荷糖月色,我只想听荷花福人,心移你的精神,心移你的脱臣,想和你融合在一起,不去理会俗人, 不想沾越浊气,你立于水上呼吸,我站在唐檐呼吸,你这水做的河,我这迷茫的课,请你收容我,收容我一颗离沉的心,我情愿做你莲花台的蕊,沉在菩萨的身,普渡众生,限于2018年7月23月8点02分,王复芳,女,大专毕业,笔名成河,望宁河花魂,白成云,心河之事,河南 南省诗歌创作研究会会员,2009年开始网络诗歌,撒文,撒文诗,小说创作,写文字只是自欲自乐,是一位单纯女子在河南,巴诗之外更欲甜之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